你 你为什么就不明白了 我该 我先跟你说两句话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愤怒 恼羞成怒 愤怒 恼羞成怒 对 跺脚不对 是 对不起 老师我可能 太久没回话剧团拍戏了 有些肚子拿捏不好 可能有点过了 影视表演 同样的环境 同样的台词 你怎么表现 来 爸 你怎么就不明白我跟你说了话呢 为什么 直白了 直白了 老婷 老婷 咱们抓紧时间 把戏先捋一遍 那个细节 回头咱们再扣 抓大放小 现在咱是排戏的 不是给学员上课的 再来 开口说话 他得搞情人无关系 您现在对面站的是一打腕 又不是学员 好到性格上 确实有很大了 叔叔 我光彩上的时候 我管你没搞情 不会争取 你也没搞情了 你想表达的是 你是演员 我是导演的 导演 还没说话 他如果连这点能力 都没有的话 他在单位 能干得如此出色吗 他以前不转 是不是松阳系不行 他着急啊 急什么急啊 这不都预露之中的吗 是吧 要我说 他表现不错呢 人不管怎么抓 把子都拿下来了 松阳那么忙 这就不错了 慢慢来 爸 为什么我跟你说那么多 你就是 再来 再来 这 松阳系不行那急 那河水系不行 他怎么一句话都说呀 他 他还没跟河水对过系呢 我也没跟河水对过系啊 松阳是要挑大梁的 河水的系不行 你毁的是一小角色 松阳啊 不灵的话 全剧就火了 咱先不说河水那演的 是不是个小角色 您要是不管着 东回一点 西回一点 这戏可就毁了 这他戏不多 再死到他也是女一号 你实在是没明白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动作大了 你说我夸张 动作小了 你说我不适合戏剧舞台 你怎么总纠结动作呀 这没动作给观众看什么呀 这可不是拍电视剧 怼个进角就没问题了 怼个进角就没问题了 就没问题了 镜头给当你特写 说明什么意思 说明你的肢体语言 变成了脸部运动 你的挥手你的跺脚 变成了直眉瞪眼 如果你心里没有的话 任何的动作都是苍白 如果有那是急上电话 你现在能不能真诚地跟我说 刚才你内心里边 有没有真正的愤怒 你没有 对不起